另外在之前 我也有大家说过 一个内经十三方之一 半夏煮米汤 是失眠的 我们说我们失眠 一般来讲是指心神不安 导致了失眠 你看这半夏煮米汤 有安神作用吗 说实话它没有一个安神作用 那它怎么能治疗失眠呢 内经认为 人的睡眠是人的胃气 是白天在阳经寻醒 晚上在阴经寻醒 人怎么能睡眠呢 胃气白天从阳经到达阴经以后 人就睡眠了 人怎么能够醒呢 胃气从阴经出来了 到达阳经了 人就怎么样呢 人就醒了 机理是在这 所以当人失眠这是什么呀 胃气不能从阳经 进入阳经了 你看这胃气运行它里有道吧 它有它的路吧 那么我们用这个半夏煮米汤 是在干嘛 是在开通这个道路 调和它这个所谓阴经和阳经之间的关系 叫调和阴阳 这样来达到胃气 该从阳经进入阴经就能进去 该从阴经到达阳经 它就能出来 人睡眠就正常了 这是从根本 从病基上去进行治疗 在这个施金墨的临床一案当中呢 也记载了这么一个运用半夏煮米汤 加味来治疗这个失眠这样的案例 这说的是一位女性 34岁 说在诊治之前呀 受到过这种巨大的精神刺激 此后呢 就经常感觉到啊 头晕 心跳 睡眠呢 也是逐渐的不正常 履经中期一去进行治疗 时轻时重 一直没有很好的解决 他在看病之前呢 这一年 工作极为紧张 夜已即日 很少休息 于是乎 大病 卧床有七个月 头晕 心跳 也日益加重 尤其是彻夜不眠 西医最后诊断是什么呀 说极度的神经衰弱 天天要吃什么呀 安眠药 后来失老呢 就考虑到针对这一病例 那么就认为这个失眠的主要原因 是在于精神刺激 实际上呢 压力过大 导致呢 这个阴阳失调 胃气不能够很好的 从阳经运行到阴经 从阴经运行到阳经 道路也不长 阴阳也不调和了 最后就用的 搬下煮米汤 再加上一些大岛 龙污牡蛎 黄芹 等等的药物 最后进入祸痊愈 所以从病肌上 入手 从根上去进行治疗 是有它的作用的 是有它的作用的